我的家乡在中国西南部一个美丽的山区 只有翻山越岭的公路与外界连接 从小我就想要去到更远的地方 经过努力 2018年我考入了北京交通大学 走出了大山 大学毕业的这个暑假 我再次回到了思念已久的家乡 我的家乡地处山区 因此交通显得特别的重要 这些年气候变化导致自然灾害经常发生 暴雨引发的山洪 遗石流 给当地人们的出行和运输带来了极大的不变 五日之后就修建 一只等一等 从山里走出去的那天起 我就发自内心的设想 将来一定要发挥所学 帮助家乡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我在大学学的是车辆工程 低碳节能技术是我最感兴趣的方向 这可以减少车辆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 刚入学时发现学校有一支 力动之心节能车队 当时只招收两名大一的新生 而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 作为新队员 我第一次参加了翘牌汽车环保马拉松 比赛很有意思也很有挑战 他要求参赛者全面探索节能技术 亲手设计和制造一个节能车辆 用实践来体现创新 在与不同文化和学科背景的年轻人去交流碰撞的过程中 我意识到团队合作和创新的重要性 同时我发现自己变得更加自信和乐观了 尽管现在我已经离开了车队 但是连续三年的参赛经历 给我拨下观念的种子 这将伴随着我一生的成长 应该说翘牌汽车环保马拉松 一方面打开了一扇窗 一方面也激发了我自身的能量 家乡的县城是一座山城 因为能耗问题带来的不便 骑电动车的人很少 因此我设计了一辆节能电动自行车 采用轻量化结构 低磁入电机和太阳能充电板 以提高车辆的节能效能 通过这个设计 我希望能让家乡人看到 节能高效的交通方式 不仅简单易行 还可以降低能源消耗对环境的压力 我走出大山看到山外的世界 进入山外的世界 而翘牌汽车环保马拉松 让我看到了山外还有山 为了让家乡变得更美好 我将继续投身科学王国 去探索无限的可能 直到有一天环保清洁 舒适的交通工具 能够出现在明日世界 我希望我会自豪地回忆起 曾经的努力 到一天环保里面 卖的时候 最后来说 你不听得到 你不听得到 有点不听的 你不听得到